我们这次一家六口去三亚 花了三万多 但是赚了接近四万 终于从三亚回到山东了 虽然温度低了点 但还是家的感觉好 半个月没回来了 看我们家毛孩子和小月怎么样了 哎呦都在这 给一个来去干嘛 哎呀哎呀 没他啊到了呢 我们不在家这几天都是大哥来帮我们一头喂这些毛孩子 饿是饿不着 就是缺少陪伴了 半个多月没打到院子 已经脏得不像样了 花也汗了 浇浇水 你还吃一份花吧 又没撑过冬天 你们可以扫薄这回 院子里全是灰尘 这几只猫身上也不干净 走 好吧 比如点着就暖过来 我们这次一家六口去三亚 花了三万多 但是赚了接近四万 那你怎么赚你给大家说清楚呀 其实有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我今天的视频呢 是竖屏的 但是我们去三亚出去的视频呢 是横屏的 看到没 这些视频是树版的 但是呢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 开车自驾的时候呢 这视频是横版的 横版的视频是有收益的 自从我们出去旅行改了横屏之后呢 你看每个视频抖音 包括西瓜都有收益 多的要七八千 要七千多 少的要三四千 给大家说这些呢 不是为了显白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在家里面都待了三年 可能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干什么好 其实现在在短视频里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特别像在西瓜视频 有中视频的服饰计划 只要你喜欢拍 拍的精彩 然后坚持 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 为啥我平时的视频是竖屏的 然后呢 出去的时候就是横屏的呢 因为平时在家里面拍人物啊 拍我做菜啊 还是竖屏的体验感比较好一些 你们看的 呃 然后出去的时候呢 在外面拍风景啊 拍在路上人多的时候呢 拍横屏比较好拍 而且呢 它还有收益 回来未来效果好 又改成了竖屏 对 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嗯 又改回来竖屏 因为竖屏的观看体验感好一些